我今天會來提告的原因 包含其他的受害者一起待發生 我們要對NONO陳軒宇先生提出性騷 性侵 性侵畏罪 強制猥褻 性侵畏成年少女等等罪名 目前因為昨天最後一次發生過後 人數已經超過20位了 現在目前收到的應該是快要25個了吧 原本真的只想要一個道歉 就是因為他不承認 最開始很多的受害者聯合我起來 他們就是傳訊息說他真的太可惡了 我們能不能送他去關 我們能不能不要讓他再出現了 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們才開始聯合起來決定 打這一場 大家都覺得我們不會贏的戰 我個人發生事件的時候 其實是有人看到的 這個看到的人 我們已經13年沒有聯絡了 他因為看到我開記者會 他嚇到他哭了 他打電話給我 他跟我說 我沒想到你忍這麼久 我也沒想到你這麼勇敢 你準備好了嗎 他一句話點醒了我 當時他也在現場 那他會是我的一個認證 我是在19號的晚上10點已經打好了 然後不會發抖 不會害怕 然後11點12點還是不敢發送 因為那時候我看見他還在線上 因為他也沒有封鎖我 我也沒有封鎖他 我看他一直在線上 然後他一直在線上 我很害怕 我害怕我發出之後 他會不會知道我在講他 然後我1點終於付錢 我接案了之後 結果隔天就受到非常多的質疑跟迴響 他們就是一直針對我 我被網爆 我被恐嚇、威脅 然後甚至要我不要再講話了 就是叫我閉嘴 然後又有人傳訊息說 聽說你給NONO幹是不用錢的 那我可以幹你嗎 就是非常非常多的 我害怕 雖然說我每次好像站出來都 好像很勇敢 其實我一點都不勇敢 我覺得最勇敢的就是 這些受害者 這些女生 因為他們沒有跟任何人講過 他們肯把這件事 第一個講的就是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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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